分布于印度、缅甸、泰国、辽国、柬埔寨、越南、中国南方地区包括香港 台湾及日本琉球群岛的蚊种名称为虐蚊 暗蚊是一种蚊子,以致是蚊疾的主要传播媒介 蚊疾是由寄生虫掠原虫引起的疾病 透过受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 暗蚊传播蚊疾的主要媒介是恶性掠原虫 这是一种原生动物寄生虫,可引起最严重的瘧疾 极恶性瘧疾 这种蚊子透过受感染的雌性蚊子的叮咬将寄生虫传播给人类 寄生虫在蚊子的唾液线中繁殖 然后透过蚊子叮咬注入人类宿主 暗蚊是一种在东方地区发现的蚊子 如印度、缅甸、泰国、辽国、柬埔寨、越南、中国南部 包括香港、台湾和日本琉球群岛 主要分布在热带和热带地区 世界亚热带地区 它们是这些地区瘧疾的主要传播媒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欧洲和美国等温带地区也可以发现虐蚊 但据了解,它们不会传播虐蚊 暗蚊的生命周期如下 1. 卵7 雌性虐蚊在死水中产卵 卵孵化成幼虫 幼虫以水中的有机物为食 2. 幼虫7 幼虫发育成蛹 浮于水面 3. 咽7 咽发育成成蚊 暗蚊在虐剂传播中的作用 是作为引起疾病的寄生虫的载体 暗蚊以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血液为食 在此过程中 它们可能会感染虐剂寄生虫 一旦被感染,蚊子叮咬并以人类为食时 就会将寄生虫传播给人类 导致疾病传播